群寡對我來說 它不是一件衣服那麼簡單 它是一針一線的文化印記 Hello 我叫王美焦 我是王朝寡的創始人 我入這行已經是24年 2016年來到佛山的信德做刺繡群寡 Joey姐 我見到群寡上面有不同的圖案 它有什麼不同的寓意 有的 這裡是龍鳳 代表龍鳳平場 這個是富貴花 對 這個是富貴花 富貴花的意思是花開富貴 然後你還見到上邊這裡 這是吉祥雲 祥雲 祥雲 代表一團和氣 1998年 我去香港跟我老公 做這個刺繡 當時有一個牛園的機會 有個朋友在這邊 婚紗界裏面做批發 那時剛巧 婚紗界裏面有很多高端的 每個婚紗都需要配套這個刺繡群寡 所以就上來這裡 來到佛山沒多久之後 我就決定紮根這座城市 希望可以將群寡 造成粵廣澳大灣區的文化特色 那在香港過來佛山創業 會不會覺得不適應 其實佛山和香港的文化價值 是一樣的都是同根同緣的 價值都是需要這些刺繡的群寡 還有這裡的前衛市場很大 初陀來到順德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辦一個商業登記 印章這些 我們就不熟悉的 慶行就這裡的相關部門的專門人士 就告訴我們要準備什麼資料 然後我們準備齊些資料去辦的時候 兩個禮拜就已經可以出齊這些資料了 那會不會有些人覺得裙寡比較老套 不想穿 也會的 我們來到順德這裡 對這些年輕的新人 我們都一個很大的挑戰 在傳統的基礎上創新很重要 我們都會不停去添加一些彩食 設計一些時尚一些 做出一些年輕人喜歡的款式 順德的香雲紗 是在全國那裡很出名的 我想將我的刺繡那裡 和香雲紗那裡可以結合 給大家一個驚喜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文化的傳承 這幾年在佛山 我已經融入了這個城市 覺得自己在這裡可以創業之外 還有一份使命感 希望可以將這個傳統文化 輸出到大灣區 甚至是全世界